珍貴的三角龍駝骨化石 竟然就藏身在 台灣新北市的庫房裡 這個是全世界發現 第一件三角龍 它的這個頭上的臉上 都是皮膚的 而且不是一塊 是整個臉全部是皮膚 所以這是極為重要的物件 這是恐龍的胚胎蛋 胚胎蛋 所以剛好可以看到 其實這邊都有一些小恐龍的頭 這個三角龍它是 發現的時候它是這樣側頭 你看到前面的穩端 然後它這邊的這個骨頭 就是方後骨的骨頭 它的這個頭頓 珍貴的三角龍駝骨化石 竟然就藏身在 台灣新北市的庫房裡 在骨骼的旁邊有一層 大概將近一公分多 到兩公分的這個 看起來像沉積眼 但實際上不是 它這個一公分到兩公分 是它的皮膚的構造 有點像鱷魚皮皺 眼睛這邊的這個皮膚 它的折皺比較密 就表示說這個地方 它比較需要活動 這個是全世界發現 第一件三角龍 它的這個頭上的臉上 都是皮膚的 而且不是一塊 是整個臉全部是皮膚 所以這是極為重要的物件 這些化石引起國內外 古生物學家高度好奇 即將攜手病理研究 他從蒙大拿出的後 直奔台灣 交給這位人稱 化石先生的蕭女婦 這是興趣然後做中學 我們這個行業 就是做古生物清修的 沒有學校教 這個就要從行內 跟著行內的人去做中學 他是全球極少數專職化石清理修復師 30多年來靠實戰累積經驗 打出國際名號 像恐龍這種大型的 因為你在修一修你只要停掉 停了以後你要去觀察 它的骨骼結構 它的皮膚跟它相 就是相依附的就黏著的方式 因為你稍微一個不小心 可能就會把很重要的科學證據 就修掉了 那像這邊 你有沒有看到這個 這邊 這不是它的骨骼層 這是它的皮膚 涼濃的皮膚 那這一層就是 附著的什麼 但這個不常見 不常見 那一般如果對於 就是這個動物 或這個成績方式 它不理解的話 對它構造不理解 很容易就會把這個就修掉了 海象成績 物象成績 先去判斷它的成績眼的形態 然後你要知道它這個成績眼 再去清修它 然後同時 對你所修的物件 它是脊椎動物 脊椎動物裡面的爬行動物 恐龍類群 然後或是西角類群 或是說石肉龍類群 然後還是 還是哺乳動物 然後還是鳥類 對這些要很清楚的知道 化石清修知識 橫跨地球科學跟生物系 它經常得去國內外博物館 觀察古生物結構 大量閱讀 或跟研究人員交換意見 大型物件清修 動輒以綿 為單位 這是它的鉛筆角 在那裡 然後這是它的下 下嘴匯 就這裡 那以前我們修是 就是用傳統的工藝就慢慢修 我們現在修不是 我們現在修是 我們會先根據這些 所有的碎骨頭 我們會把它掃描下來 然後掃描下來 我們會在電腦裡面去拼 相對應的位置在哪裡 我們就知道 這邊是缺損 好在清修完的組裝工作 有了電腦模擬跟3D 立應輔助 既能手下拼裝時間 也可以記錄所有參數資料 成為日後研究依據 它走得比多數世界級 博物館還前面 所以這行業不好玩 在技術上是比較複雜 但是很有挑戰性 但很有成就感 很有成就感 你現在所創造的是 比如說像這個藍金 它是百年的 你裝駕完了以後 就展示在那邊幾百年的事情 所以它是一個很有意義的工作 它正努力把三角龍化石留在台灣 因為台灣也有為恐龍博士 引領恐龍研究 在台中自然科學博物館 這是恐龍的胚胎蛋 胚胎蛋 所以剛好可以看到 其實這邊都有一些小恐龍的頭 這些牙齒或是頸椎的部分 它們剛好都是這種全曲的身體 這樣一顆、一顆、一顆 就是這位楊子睿七年級生 曾經留學德國 並在美國、中國參與挖掘考察 不過現在的他 已經跳脫挖掘的層次 過去的人 化石或古生活學家 曾經被戲稱為郵票收集者 到野外採了標本以後 放在博物館裡面 描一描、分類、鑑定、做一做 發表一個新種 沒事了 但我們現在要了解的不僅僅是這樣 我們以前都認為恐龍是那種硬的、脆化的蛋殼 可是後來我們發現 其實有些恐龍不見得是如此 這個旁邊這些是層積物 就是您看到這個土壤的部分 這是中間的蛋殼 一般來講 蛋殼如果是硬殼的話 它會有結晶 它會是方塊形的樣子 一塊一塊的疊起來 但您看到就是很像一層一層的絲 如果我們去看一下 現身壁壺的蛋殼的話 那它看起來很像很多那種絲綢疊在一起 所以更加確定說 我們看到這一鍋恐龍蛋的蛋殼 它其實跟現身壁壺蛋殼很像 而不是跟雞蛋或是那些硬殼蛋的蛋殼是一樣的 這種被稱為隔止卵 常見於爬蟲類隱蔽性高 不容易被掠食者發現 這個研究重建恐龍的生殖策略 其實我們現在發現有很多種恐龍身上都是披滿著羽毛 而且這些羽毛各式各樣都有顏色 所以這些顏色彼此之間的訊息交換 或是交互作用就成了很重要的議題 就像我們人要衣冠 才能吸引異性 恐龍重建目前我們看到的是這個樣子 可能過了二十年三十年 它又會變很多 以前大家都覺得暴龍或林道龍的手是這樣子擺的 現在因為我們知道鳥跟牠們是親戚 所以牠應該跟鳥一樣是這樣子擺的 楊子睿在做的 就是重建我們對恐龍的認知 他說要像電影一樣 讓恐龍復活還是天方夜譚 但科學讓我們更貼近恐龍的真實樣貓 其實不用仰賴化石標本 你只要有取樣 你只要問一下人家說 我需要這個蛋殼的參數 他們分享給你以後 你就可以做系統性的研究 電腦斷層掃描 用電子顯微鏡 用紙譜儀 用各式各樣的 我們在地球科學或生命科學裡面 常常用的很基礎的方法 可是沒有用在古生物學裡面過的 我們把它用進來去發展新的題目 並且告訴我們新的故事 儘管台灣本身沒有恐龍化石出土 儘管台灣本身沒有恐龍化石出土 但我們有無盡的創意跟想法 走出恐龍研究的新道路 曾經是地球霸主的恐龍 占領地球約一億五千萬年 專家評估 隕石撞擊加上火山爆發 氣候變異 恐龍最終難逃 逆絕一途 我們是地球霸主的恐龍化石出土 南方的地球霸主 我們有濃烈地球霸主 我們現在是地球霸主 就在地球霸主 更多的時間 很重要 解釋一下 他們的時間 改變了 他們的改變 和哪些狼狼 在逃亡的活動 因為我們現在 在逃亡的活動 在地上 當今全球暖化 生物多樣性消失 比恐龍時代更加快速 不論動物還是人類 都可能面臨地球 第六次的大雨絕 因此人類想要續命 就得研究恐龍 我們從蒙大拿 首府海倫納 一路開車北上 闖入無邊際的荒漠平原 爛泥道路盡頭 爆出一座恐龍研究 前景基地 這個區域 曾發現大量的 雌木龍 跟他們的恐龍蛋 都看得很像 頂潔 高雄 雙木龍 雖然會看得起 但一般 這些像是 屬於的是 一個屬於的 有的 屬於 另一旁 屬於 我們看來 屬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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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 屬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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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看到它在木顶上 看起来的小巷 是一种雾的木材 酿溢水 然后沿了 something 下溢水 然后沿了棍 永当到了棍 所以它是向下方向 所以這就是前面,這就是三腳 然後這就是腿的印象 我們可以從腳掌的尺寸去反推這隻龍的大小 比如說他們看這隻的大小 大概可以到宮古就有兩米左右 那如果算到身體以及頸部的部分 大概有三米到四米之高 跟7700萬年前恐龍腳印相比 顯見人類有多渺小 那你怎麼找到的地方 那你怎麼找到的地方 對,有些東西是基礎人 來描述的石頭 然後就是探索 基本上走在地上 找到的地方 找到的地方 從石頭的地方 尋找恐龍化石就像海底撈針 沒有先進儀器輔助 完全仰賴實地考察 還有經驗累積 因此考古學家隨身的筆記本 每一本都是寶 這是我們探索的地方 我們探索的地方 這是我們探索的地方 這是我們探索的地方 我們探索的地方 這就是我們昨年所創造的帽子 正在那裡 所以我不知道 它是重要的 要有的概念 有很多資料 我們永遠都知道 你永遠都知道 什麼重要的地方 挖掘地點的座標跟時間 現場素描繪畫 都有助於日後重返現場 我總是用石頭刀針 來探索 然後如果我們找到 我會有 這是一種鯊刀 很棒 只用石頭刀針 很困難 另外一個重要的地方 就是用石頭刀針 大魚沖刷加上土地侵蝕 讓埋藏地底的骨頭 慢慢重見天日 不論是恐龍 還是古生物化石 他們盡可能帶回實驗室 做進一部分析 做進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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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出進一部分 做進行的狀 當 experimental採索 瘋狐先碰鑼 它們正在修復重建鴨嘴龍的肋骨,清除雜質,除了化石本身,還有許多無生物的蛛絲馬跡。 Here is a pupae case from a hymenopterin wasp. These guys would bury into the substrate, create these pupae cases. This is a really good indicator as to what type of environment might be existing at this locality. I've been working on this nest for three years. They have tiny little fossil groups inside of them. So that makes me think that there were insects inside of these eggs eating the egg contents. There's also traces of fungi inside the eggs, which is interesting. We have very few fungal fossils associated with eggs. 原來,研究恐龍不是只有恐龍本身,還有當代生物與環境的關聯. Honestly, going into college, I was like, I know a lot about dinosaurs. But then once I went into college, I was like, I know nothing. Definitely think it's important to understand our Earth's history. Although most people are like, it's done. It's over. There's no need. But it definitely opens up to how life was and how we got to this point in evolution. What animals is it worth putting money into conserving, you know, versus like what animals don't have a chance? Polaroids are cute, you know, but they're a really recent species and their entire environment is basically melting around them. So it's important to look at how dinosaurs evolved and went extinct to understand how we can help polar bears in the future. 同為當代優勢物種的人類,其實跟恐龍面臨相似挑戰. 研究恐龍不只是滿足好奇心,更是在滅絕發生的此刻,遇到人類未來,何取何從。